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看到絕對值1-4等於1-x的絕對值 那麼這個點多少 我們知道這個它一定是大於等於0的 這個一定是正數 所以這個它一定是大於等於0 也就是說 x的絕對值是小於等於1 這絕對值是小於等於1 那我就曉得 那這絕對值小於等於1的話 所以1-x這本身是大於等於 也就是說你去絕對值的話 不用交換 所以這個點多少 這是等於1-x 那代表什麼 代表絕對值等於x 也就代表這是正的 也就是說x 它是大於等於1 但是小於1 那這一個時 大也等於0 但是小的都誰 小的1 又有可能等於0 又有可能等於1 代1的話也可以 代1的時候的話 如果代1的話 這不行 但1的話,這不行 這個X的話,它是小1的 小1,不會等1 因為你等1的話,有可能 如果等1的話,1乘1等0 所以它可以等1 所以X的話,它是介於0跟1的一個數字 你帶0的話,這1等1,也是乘以的 好,那也就是說X 小1等1,大1等0 那它既然小1等1的話 所以這個一定是乎數 等1的話,剛好等1 其他地方都是負的 這個都比1小 所以這個本來應該是X-1 取決類值 因為這是小1 這個小1,所以這是小1等0 這小1等0的話 你取決類值料加5號 負的多少呢 X-1 所以這個是1-X 所以答案是1-X 所以這一題應該要選B 1-X 1-X